哈囉大家好我是Bone 今天這支影片帶大家起來開箱完美日記 Perfect Diary他們家的Discovery系列眼影牌 以及非常熱銷的小酒館唇釉 今天一樣會帶大家做試色已經跟大家分享心得 另外還會跟大家分享兩個眼妝 所以今天的影片一樣是非常的豐富 那我們話不多說趕快來看一下今天的分享吧 一開始想要先跟大家分享一下他們家的這個 蛋黃割控油蜜粉組 因為我覺得這個蜜粉組實在是太可愛了 它的外包裝就是一個軟趴趴的蛋黃割趴在那裡 蛋黃割真的是看了超級的療癒 然後打開來裡面是一個他們家贈送的蜜粉刷 這個刷子我覺得在臉上算是還蠻舒服 然後也蠻扎實的取粉量也還不錯 那接下來旁邊就是他們家的主角 就是這個蛋黃割的蜜粉 給你們看一下 超可愛的 打開來之後它有附一個蜜粉糊 粉糊打開來之後還有一個殼子 我覺得這個蓋子非常的棒 就不能讓粉糊一直沾著蜜粉這樣子 那說它這個粉呢 非常非常非常的細 不知道你們看不看得到 上面那個粉已經完全飄出來了 我第一次打開的時候 怎麼嚇到就哇 怎麼粉完全飄出來 其實中間是有一個網子在裡面的 你們有看到嗎? 他們家這個蜜粉的粉質 超級無敵霹靂的細 抹在手上之後這樣子完全戳開來 馬上就跟我的肌膚融合了 然後呢它上在臉上呢也是一樣 並且它帶著有一個淡淡的香味 我覺得不會到奶紋 還蠻舒服的 然後上在臉上的效果呢 超級無敵的柔膠 完全搬到毛孔印象 它有點柔化肌膚紋理的效果 反正就是打上一層這個蜜粉之後 你會覺得你的臉變得非常的霧面 然後完全沒有紋路 這整個膚感看起來超級的好 但是關於它的控油效果呢 我覺得就是比較普通 因為像是我很合計來說的話 我覺得大概四小時左右 也是會有點微微的出油 所以我覺得控油效果是還好 但是我非常喜歡這款蜜粉 在臉上的那個妝效 真的是太柔膠 太柔化了 接著呢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他們家非常火紅的 Discovery系列的眼影盤 那我手上呢一共有六盤 我們先來看一下它的外包裝 這些外包裝呢 我覺得非常的精緻 就是你們看 它雖然說是動物的臉 但是你們有沒有發現 它的眼睛的部分 是做有點亮面的設計 所以當你在看這一盤眼影盤的時候 你會覺得 這個動物看起來是非常的靈動 除了眼睛呢 有做反光設計以外呢 這邊是做滑滑的設計 那另外一邊呢 是做有顆粒的設計 所以整個眼影盤呢 摸起來是非常的有層次感 然後非常特別的 那接下來呢 打開給大家看一下 打開了之後呢 裡面有一面鏡子 然後這邊有附一個雙頭的刷具 那我覺得他們家眼影盤的配色呢 每一盤做得非常的好 就是有淺色 然後也有深色 還有珠光色 不同質地的亮片 偏光色等等 算是一盤非常豐富的眼影盤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 每一盤的試色 首先呢 小狗盤的部分呢 我覺得這一盤呢 一打開就是很古靈精怪的感覺 有那種小精靈感 因為它的配色是非常的豐富的 有棕色調 還有一些像是水藍色啊 淺紫色啊 薄荷綠等等 就是它的顏色是非常跳的 這一盤我覺得非常的好玩 然後又很可愛 接下來呢 是錦鯉盤的部分 錦鯉盤呢 算是他們家最近 非常火紅的一盤 因為它打開了 就是一個超鮮的粉嫩色 然後還有一些粉紫的偏光色 這一盤呢 我覺得怎麼畫就怎麼鮮 然後也可以達到出一個 很日常的粉色裝 另外還有像是這種淚滴的亮片色 拿來點綴在眼尾 我覺得超可愛的 就是一個人魚裝的概念 第三盤呢 是老虎盤的部分 我自己非常喜歡這一盤 那這盤呢 就是很暖橘色調 很棕色調的一盤 它可以畫出那種 帶黃色調帶橘色調的棕色 你怎麼畫就怎麼好看 你可以畫得很辣 然後也可以畫得很日常 這盤我自己是超級喜歡的 接著呢 是大雄盤 大雄盤的配色 我覺得也算是還蠻豐富的 有偏光色 有紫色 有那種火熱的紅銅色 另外呢 還有像是這種綠色 我覺得整盤看起來是非常特別 可以畫出一個很叢林感 然後很有趣的妝容 毛尾盤的部分呢 是一盤非常溫柔的棕色眼影 它的棕色呢 是比較偏中性色調 不會特別暖 或是特別灰 可以畫出一個非常日常 然後很百搭的妝容 這一盤呢 假如說你是很喜歡棕色調眼影的話 千萬不要錯過 最後一盤呢 是小豬盤的部分 小豬盤的部分呢 就是一盤非常溫柔的粉色眼影 有像是那種乾燥玫瑰色啊 然後淡淡的粉紫色啊 這盤怎麼畫 我覺得都還蠻溫柔 就是很適合那種小姐姐的感覺 看完試色是不是超生活 我覺得他們家每一盤的配色 真的都非常的棒 而且我覺得他們家眼影盤 非常值得一提示 我覺得它的粉質是非常的平均的 並不會說像我之前用到的眼影盤 有一些是覺得霧眠椅特別的乾 特別的難暈染 但是他們家不會 不管是淺色的霧眠椅 還是深色的霧眠椅 它的粉質呢 都非常的柔滑細質 很好暈染 可是它的顯色都是屬於比較中等一點 對於新手來說 你是好駕馭的 那對於那種老手來講的話 也是可以靠多次的暈染 來達到一個比較顯色的效果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他們家不同粉質的那個呈現是怎麼樣子 珠光眼影的部分 我覺得它的粉質是非常的棒 就是無庸置疑就是它亮片美 然後服貼度又高 接下來呢 是帶有一點點膠質性的那種亮片色 像這個眼影呢 就非常適合點綴在就是眼妝的部分 可以創造出不一樣的那種感覺 就會更有亮點 總體來說呢 我自己是非常推薦完美日記他們家的眼影盤 不管是配色啊 外包裝啊 還是粉質等等 都是有一定的水準 就是會讓我覺得 哇 這眼影盤真的是很值得收 所以這個眼影盤呢 推薦給大家 接下來呢 要來跟大家分享是他們家的小酒款唇釉 那為什麼叫做小酒款唇釉呢 那是因為他們家每一支唇釉的名稱 都是以酒來去做命名的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試色 我覺得這系列的顏色選擇性還蠻多的 就是有帶紫調 帶紅調 帶粉調 通通都有 那這些唇膏它有分為兩種不一樣的那種感覺 一種是沒有帶亮片的 那另外一種是有帶亮片 但是他們家這個亮片的並不會到非常突兀 我們先來看一下 你們可以看一下喔 像這個橘色的話 它上面就有一些細細閃閃的亮粉在裡面 那像這一支呢 它就是沒有亮粉的 可以看出兩個的差別 那我覺得這個亮粉呢 它在嘴巴上面效果也還蠻好的 不會到非常的明顯 然後還有點封唇的感覺 那這些唇釉的質地 我覺得是非常的水潤 然後不會很厚重 在嘴巴上面是非常舒服的 而且它是會沉膜的 就它不太會有那種沾染的感覺 那這款的水潤感呢 會在它沉膜之後降低大概一半左右 那基本上就會變像現在這樣子 不會到非常水潤 但是還會有點亮亮 清完之後你們看 它是沒有顏色 可是會有點油油的東西 印在手上面 那這款唇釉我覺得它持久度算是還不錯 因為它其實是會有點輕微的染唇 你們可以看一下 但是它是很好卸的 你吸了幾次之後它就會卸掉 並不會說染在哪裡完全卸不掉這樣子 接下來是這款唇釉的色彩飽和度的部分 我覺得它算是還蠻顯色的 你塗一層它就是淡淡 那你塗兩層它的那個顯色度 跟飽和度會再高一點 可是講說你的唇色是超級深的人的話 這些的淺色系我就不建議用 你可以挑選一些比較紅色系的 就它的那個遮色程度呢 會再更好一些 那接下來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最推薦的五個顏色 第一個顏色呢是H02 一個非常可愛的桃紅色 那它的粉調比較多一點 所以我覺得擦起來還蠻可愛 然後很有精神 第二個顏色呢是H08 非常顯白的薑果色 一點點紫調不會太多也不會太熟 剛剛好就擦上去超級的顯白 H11呢是非常適合黃皮的一個橘紅色 我覺得擦上去就是很顯氣色 非常百搭 然後又很有氣勢 H13呢是一個豆沙粉色 非常適合上班族及學生族 這個顏色我覺得擦起來 真的非常氣質好看 但是就是一定要畫個底妝 我覺得會比較襯膚色一點 H15呢我覺得是一個 非常適合秋冬的顏色 它就是有點棕調的奶茶色 而且完全不會閒老 也不會讓你的氣色變黃 真的非常的好看 以上呢這五個顏色呢 就是我自己在這系列裡面 最喜歡的五個顏色 然後我特別挑選了一些 一些比較日常的顏色 還有一些比較特別 跟一些很適合黃皮膚 以及顯肌膚白的顏色 你們可以參考一下 那接下來呢就要來跟大家分享 就是兩個不一樣的眼妝 那我今天用到的眼影盤呢 分別是錦麗盤 以及老虎盤 畫出一個比較野豔的妝容 以及一個比較日常 然後溫柔淡淡的粉色妝容 你們可以看一下你們比較喜歡哪一種 那接下來我們就來看一下眼妝的分享吧 一開始呢 我們先用一個 米膚色呢 大面積的幫眼皮做一個打底 那這次除了上眼皮要做打底以外呢 下眼皮也要做一個打底 第二個顏色呢 我們要使用這個非常漂亮的黃色 一樣是從眼尾開始往前暈染 暈染的範圍呢 大概是雙眼皮折的 上面一點點就可以了 接著呢 使用深橘色呢 一樣是從眼尾開始暈染 那這次的範圍呢 再小一點 比較特別的是我 由後往前在雙眼皮折的地方 加深一下雙眼皮的深邃度 眼尾的地方呢 我要混合這兩個顏色呢 加深一下眼尾 那我會把它往後延伸拉長一點 因為待會我想要畫一個 比較長一點的眼線 接著呢 我要使用這個 非常漂亮的珠光色 它的顏色真的是超級的漂亮 有很細緻的珠光 然後顏色飽和度 非常的棒 最後呢 我要疊上一個 非常漂亮的亮片色 它這裡面有一些 陰白色亮片 上在眼睛上面 真的是超美的 然後我會帶到一點點的眼頭 這個步驟呢 建議大家用手沾取 效果會是最好的 眼尾的部分呢 再用深棕色 簡單的加強一下 那範圍切記不要太大 小小的就好了 下眼影的部分呢 先用深橘色呢 跟上眼尾的地方做一個連接 然後呢 使用這個香檳金色 提亮一下 臥蠶的地方 眼尾的部分呢 我再加深一下 深咖啡色 讓它更深邃一點 那在臥蠶的地方呢 我用刷子 沾取那個亮片色 輕微的掃一下 點綴一下 眼線液筆的部分呢 使用是完美日記的眼線液筆 我先把我的睫毛根部給填滿之後呢 在眼尾的地方畫出一個 往後延伸的拉長眼線 睫毛膏的部分呢 使用是完美日記的 咖啡色睫毛膏 唇釉的部分呢 我用的是小酒管的H05 是一個帶亮片的橘紅色 這樣就完成了充滿叢林感的 暖橘黃色調眼妝 這個眼妝呢 我自己非常喜歡 就是閃閃亮亮 暖暖橘橘 然後又很美 很有精神的一個眼妝 第二個眼妝呢 跟大家分享一個少女感的眼妝 我們一樣先用一個淺色 幫眼皮做一個打底 提亮一下 接著呢 我們使用粉紅色呢 上在雙眼皮折內製造一點粉嫩的氛圍 眼尾的部分呢 混合兩個顏色加深以下 那這個範圍千萬不要打 就在雙眼皮折內就可以了 接著呢 我們沾取亮片色大面積的提亮在眼皮 製造一個曝光淋淋的感覺 眼頭的部分呢 用米金色提亮一下 然後握彩的地方呢 也是使用一樣的顏色來幫他做提亮 提亮完之後呢 我會再刷上一層淡淡的粉色 那眼尾的部分呢 一樣是用棕色把它做一個連結 那因為我實在沒什麼臥蠶 所以我就沾著棕色 把我的臥蠶的地方加深一下陰影 最後呢 沾取這個亮片色呢 提亮一下在我的臥蠶的地方 再給他加強一下 眼尾呢就順著眼型 拉出細細的眼線就可以了 我要講求自然 唇釉的部分呢 我選的是H02 我剛剛有介紹過的粉桃色 我覺得配這個粉色的妝面呢 非常的適合 這樣子呢就完成了這個 很少女感的粉嫩妝容啦 這個妝其實是我最近還蠻常畫的妝 因為我最近喜歡的眼妝其實還蠻淡 然後講求自然 然後有神的眼妝 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分享 希望你們會喜歡這支影片 希望這支影片對你們有幫助 我們下次影片再見囉 掰掰